第六百六十集 此前人手魔蛇除去我的杀这几个简单字眼之外就说不出其他的内容了 现在竟然能够清楚地说出一个滚 让他们如何不心惊啊 气浪不仅仅是冲着永夜等四人 张凡所在的地方也不曾逃过分毫 在四个原鹰真人齐齐抛飞出去的同时 一股气浪裹挟着碎冰和海水形成滔天巨浪轰然扑来 身后就是陆地真仙的肉身张凡岂能退避呢 一展衣袖大地乾坤袖再展神威 一道土黄色的屏障浮现 硬生生地把滔天巨浪滚滚而来的气浪 齐齐地反推了回去 刷 人手魔蛇血红色的双目迷蒙的目光一下子转了过来 显而易见 张凡的反应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好 他有点清醒过来了 看到这个情况 张凡心中启会梅树啊 暗叫了一声苦也 这一声暴鹤中力量运用的巧妙 已经不是早先那个野兽一般的人手魔蛇所能做得到的了 若是换成了陆地真仙 那还差不多 见得如此 张凡也多少明白过一点来了 想来是地气断绝的同时 陆地真仙的元神受到力气的影响也随之减轻 再加上先前的那首金蝉脱鞘也剥离了他身上不少的力气 多少恢复了几分神志 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这点 现在也只能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了 人手魔蛇 似是真正恢复了几分神志 皱着眉头呆立不动了片刻 猛背下抬起头来 没有去追冒犯他的几个人 而是血红的双目净直钉向张凡 确切地说 是钉向张凡所在处不远的陆地真仙肉身 我的 口中嘟闹了一句 人手魔蛇带出一道残影 飞快地靠近了过来 那个老滑头 怎么还不出手 张凡暗自咒骂了几声 不得不强提灵力 瞬间爆发出了所有的权力 东黄中 声声中鸣 震天动地 世神战枪 枪出无回 滔天血气 无量的心灰 九龙喜 气凌妞妞 九龙咆哮 朱般法宝 如疾风暴雨一般的习曲 这般的施展 除却有妞妞控制的九龙喜之外 其余法宝 自然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威能 好在 张凡也没打算 靠着这些法宝 如何 了得已经恢复了几分神志的人手魔蛇 不过是想阻拦一下而已 旋即 张凡的神色终于大变 不是吧 朱般法宝临身 尤其是九龙喜 化作一道明黄色的流光 直接撞在人手魔蛇的身上 打得他很是亮枪了几步 这个时候 人手魔蛇如何咆哮 如何毁灭 都在张凡的意料之中 可是偏偏他选择的 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死 一声模糊的嗓音 似是含在口中 偏偏远传万里 与此同时 一个人形的身影 从人手魔蛇的身上浮现了出来 覆手而立 风度翩翩 不言不语 自有无尽的傲然 好像生来 就是站在天地之巅峰 受众生的膜拜 陆雨 张凡长身抱起 心中暗道 这一下可麻烦了 在陆雨的形象出现的同时 张凡的珠般法宝 在虚空中凝滞了一下 这才轰然而出 就是这受到陆雨气息压制的 刹那凝滞 让情况瞬间翻转 陆雨的形象 貌似随意地挥了挥手 煞时间天地变色 无数声的脆响 在他方圆数千丈之内 漠然爆发 包括九龙喜 士神战枪在内 张凡的珠般法宝 如受重击一般 起无先后之分的倒飞而回 虚空之中 无数朵黑色的莲花绽放 凭空而生 无端生灭 生灭之间 有人生无常的感叹 有刹那辉煌的耀眼 天花黑莲 天地强者既代表着天地的意志 也受到天地的排斥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携带着无上大法 最文明响耳的便是地永金莲 天花乱坠了 作而论道 有地永金莲 闲庭信步 有天花乱坠 这本是言出法随 身邪大法的标志 这些金莲天花 也不是单纯的排场 而是一种心中动念 天地响应的大神通 此时 人手魔蛇通过陆地真仙 陆与虚项所施展出来的 便是天花乱坠 超脱世间力量极限者 所特有的外象 这些天花 本该是洁白圣雪 有仙家之飘逸 正所谓神仙气象 莫过于此 不过此时的陆地真仙 乃是力气凝结的身躯 以力气所形成的 天花乱坠之下 就变成了无数 黑莲生灭的器官 绝对的实力差距 已经不是任何技巧 可以弥补的了 张凡的诸斑法宝 全无例外 尽数反弹了回来 见得这一幕 包括张凡自身在内 永夜等人 刚刚从被抛飞出去的 恶然中回过神来 无不惊骇欲绝 这一幕代表着什么 他们这个级别的强者 自然是心中有数了 人手魔蛇的绝对力量 并没有变化 一样是深不见底 然则其运用之法 却不再如以前那样 肆意地挥霍 而是暗和天道 无论是那一声惊涛骇浪一般的大鹤 还是此时的生灭黑莲 都尽显仙神级别强者的恐怖 陆地真仙 这才是陆地真仙 现在这个人手魔蛇 或许还比不得全盛时期的陆地真仙 但是从刹那经验的表现 就可见一般了 人手魔蛇不曾被张凡的攻击阻拦半步 恍若不绝一般 力气化作浓郁的黑云 裹挟着他庞大的身躯 流星赶阅一般向着张凡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 血红的双目 凝而不散的陆地真仙虚向 再加上铺天盖地而来的滔天威势 张凡的气息顿时为之一致 在他的感知中 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飞快地淡去 只有那个飞速靠近过来的恐怖存在 占满了自己整个的视野 在那一刹那 张凡只觉得整个世界都与自己为敌 漫天的灵气也都变成了枷锁 脚下的大地陡然变得黏黏糊糊 牢牢地将它吸附住 胸中的空气腹内的元鹰 子腹中的神魂在这一瞬间 齐齐地制住了 空气一点点地从胸膛中被挤了出来 即便是张大了嘴 也吸不到半点的空气 元鹰每一个动作都像慢动作一样 满是僵硬之感 神魂好像处在一个时间静止的空间之内 每一个念头转动都犹如背负着一座大山一般 置身在这种诡异的境界之下 张凡的目光好像瞬间拖出了肉体的限制 就如同自身在漂浮了一般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眼看着眼前的一切 人手磨舌咆哮着 壮若疯癫 鹿雨虚向微笑着 云淡风轻 他们的目光凝聚在一个点上 越过张凡的身体 静止注视在了陆地真仙的肉身上 唯有无边的杀气 紧紧地将张凡锁定 不 张凡的心中在咆哮 在怒吼 一点点地转动着凝质的眼珠 好像要从什么东西上拔出了一般 这是 威压 虽然不清楚 这具体是什么手段 但是他此时的情况 分明就是无上的威压 是天地的公敌 无所不在的压迫 这已经不是人间的手段了 哪怕是化神道君级别的强者 面对这样的压迫 充其量也不过是能够亡命奔逃罢了 这种绝对的实力之下 无法反抗 张凡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有遇到过了 就犹如一潭死水 本是激流中活跃 虽困于潭中 但是只要投入一块巨石 就会重新建起滔天的巨浪 恰如张凡此时 身居高位之后 藏入心体的执着 不屈 热血 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最终化作一声怒吼 噗 碰 一声闷响 灵气化作风暴席卷 张凡所在的区域 空气一致致地扭曲 犹如把什么东西撕成了粉碎一般 呼呼呼 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呼吸之声传于百丈 更有无数的汗水浸出 顿时湿润了发烧 从额头上滑落 沾湿了一斤 一声吼 一念挣扎 竟是仿佛耗尽了他的心力 泪水顺着眉毛 眼角 发烧滑落 入得眼中一片的刺头 张凡 却不敢眨一下眼睛 他自是心知 危险远远没有过去 在这个时候 人手磨蛇距离他的所在 已然不足离许 若非刚刚的异状 张凡本来还可以施展几个手段 延缓一下对方的速度 可是现在 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离许的距离 以人手磨蛇的恐怖速度来说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罢了 此时再看 人手磨蛇和方才又有不同了 庞大的身躯缩小了好几号 就好像被连着剥落的 数层血肉一般 那条给他带来无数麻烦的蛇尾 也不曾重新恢复 由此就可见得 紫衣仙子 他自身 还有永夜等人的攻击 并非是绝无效果 惊天大裂缝地穴河楼 失去力量的力气和地气的补充 至少现在的人手磨蛇 不再是不死之身了 这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一个情况 那就不怎么好了 陆地针线的虚像 依然如同法相一般 漂浮在人手磨蛇的头顶 身躯也愈发的凝视 若不在意 怕是很难看出其并非是实体的存在 环绕在人手磨蛇周遭的黑色莲花 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此时看来 由内而外 由花心到花瓣 正一层层地由漆黑转为雪白 乍看之下 恰似一朵朵黑白相间的奇花 见得如此 张凡本来苍白的脸色 就更加难看了几分了 这种情况 分明就是说 陆地针线陆雨的元神 持续地苏醒 正在不停地吸纳漫天的灵气 用灵气取代自己的力气 这一过程若是完成 那人手磨蛇的实力 定然会增强数倍 真正有全盛时期 陆地针线元神的强大恐怖了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张凡等人 怕是连跑都变成了奢望 黄论阻止其得到 陆地针线的肉身了 心中万般念头电转而过 时间不过流失了一点点 在这极短的时间里 人手磨蛇和他的距离 愈发地近了起来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人手磨蛇僵硬的面容 陆雨虚向脸上的生动 以及最最微小的细节 张兄 躲开 恰在此时 一个满是着急之意的女生 传入耳中 是星蓝吗 一夕是星蓝仙子的声音 不过在这个生死关头 张凡不敢分心 哪怕是张望一下 不过心中稍稍一动 玄机收拢了回来 眼看着人手磨蛇靠近 他不曾动弹分毫 不曾如星蓝仙子所说的躯臂 也不曾拿出手段 而是急目望着一个方向 眺望了一眼 玄机 张凡的眉宇间 一抹喜色 一点笑意 漠然浮现了出来 除了他之外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人手磨蛇身上 还有他身上 那没有人察觉到 一座在早先追逃中 轰然倒塌的子府神碑 不知何时 又重新树立了起来 好 张凡尝出了一口气 整个人猛的一下 沉静了下来 收回目光 甚至连眼看着 就要进前的人手磨蛇 也抛在了脑后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啊 远处 两声惊疑 同时在不同的所在发出 皆是清脆悦耳的女声 紫衣仙子 星蓝仙子 众人多为人手磨蛇身上 愈发明显的变化所吸引 为其滔天威势所震慑 只有他们两个人 始终把目光牢牢盯视在张凡的脸上 好像对其抱着莫大的希望 看他能够施展出什么样的手段来翻盘一般 除却他们两人 怕是没有人认为张凡能在颇有几分陆地 针线当年风范的人手磨蛇手下逃生吧 于是 张凡突然表露出来的异状 没能逃过这两位女子的眼睛 她想做什么 她能做什么 两个蓝星惠星的女子 在心中同时闪过了疑问 旋即答案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嘿嘿嘿嘿嘿嘿 一个苍老的笑声 漠然间传遍了整个子府州 在这苍老笑声之中 有玩世不恭 有猥琐的气息 更有得意洋洋 笑声入耳 不知为何 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浮现出了一个诡异的景象 一个猥琐的老头 僵硬地站立不动 好像石雕木素一般 只有在一只雪白的小手 持着抹布 在身上抹过的时候 才会现出一抹笑容 愈发地猥琐 恍若随时可能伸出手来 拽住那只小手不放 笑声游自回荡 一道道紫光冲天而起 便洒天地 紫光 盈盈如水 威势 灵力盖世 先是八座子府神碑 继而是最大的中央紫府神碑 紫光犹如没有极限一般 耀眼的光滑不停地攀升 直至天地之间 唯有紫色 一种颜色 一个气息 一片威势 由了无声息 到霸绝天地 再到凌驾九天之上 不过弹指一挥间 怎么回事 资负神碑 原来如此 或犹豫 或惊骇 或恍然 永夜等人 齐齐发现了异状 本以绝望的念头 又重新扎根萌芽 嘿嘿嘿 我忍了你很久了 还是先前那个 猥琐无比的声音 语气更是不堪 但是此时传入众人的耳中 却带着一种莫名的威势 好像天地本身的训斥一般 哼 小山一般的紫色光珠 豁然从天而降 直接把人手魔蛇 笼入其中